台灣是主權獨地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你同不同意這句話 這個是一個政治現實 目前來講 我沒有辦法否認 那我問你 請問一下 在這個說法裡面 台灣是國家還是政府 當然最指的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政府還是國家 它是國號 國號 它也沒有涉及到所謂它是國家或政府的問題 因為這個國號如果只稱的是台灣 它就是一個國家 當然有人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地的國家 這句話有沒有問題 那看這裡所謂的中華民國指的是什麼 它要指什麼才是國家 因為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有各種不同的意涵 譬如說在聯合國憲章第23條 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五個國家裡面一個就是中華民國 那我們能不能說這個中華民國就是我們 所以聯合國憲章裡面的 中華民國那個四個字已經不是現在的台灣 不是我們 那是誰 它是指的中國 中國對不對 中國原來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所以馬英九總統在東吳大學上了課事亂講話 他說我們還在聯合國裡面 中華民國還在聯合國裡面 徐教授你指導一下馬教授好不好 所以當馬教授跟學生講 說中華民國還在 這個國家還在聯合國裡面 所以說我們退出聯合國是不對的 馬教授有沒有誤導學生 有沒有誤人子弟 我想他個人的一個學養 他個人的態度 我們不予置評 不予置評就是有問題 我想學生也會判斷的 你認為台灣現在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如果以這個標準來看 過去個人的立場來講 因為這個 這盡量白紙寫字也沒辦法否認 沒有錯啊 這就是我敬佩你的地方 不會因為 為了得到大法官提名 然後開始扭曲 或是違背你之前的說法 我過去講過我們是個國家 但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國家 如何不正常 我們國家要正常化 因為我們目前所用的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 中國已經廢棄不用的國號 那我們這部憲法是當年在中國制定的憲法 所以一個國號沒有辦法吻合自己的身份 在國際間又有混淆之餘 而這個憲法又不是為台灣量身訂做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憲法 這是我的過去的一個基本主張 在大法官被提名的立場 嚴格來講我不適合講其他的意見 修憲不是大法官的權限 但是你認為這部憲法跟現實上 的確有很大的脫節存在 沒有錯